禮拜幾可以吃麵 禮拜三吃麵 沒有犯規吧 沒有犯規 那如果禮拜一吃麵 禮拜四吃麵 也沒有問題吧 對吧 也沒有問題 當然禮拜一吃麵 禮拜五吃麵 也沒有問題吧 欸 知道我在寫什麼嗎 我現在在用窮局法 那如果禮拜二吃麵 你告訴我 禮拜幾吃麵 OK 禮拜四吃麵 OK 那當然也有可能禮拜二吃麵 還有禮拜幾吃麵 禮拜五吃麵 知道我在寫什麼嗎 然後如果是禮拜三吃麵的話 你也可以搭配禮拜幾吃麵 禮拜五 同學你有看到嗎 我再把所有情況列出來 那除了吃麵的日子以外 其他都是吃什麼 其他都是吃飯啊 欸 都吃飯喔 這個都是R喔 我幫你把它寫完 你知道我現在在做的這個動作叫做什麼 叫做窮局法 請問你 我有用什麼C嗎 C多少 群多少 沒有啊 請問你 我有用什麼取捨原理嗎 沒有喔 我現在正面挑戰這個問題 把所有的情況一個一個數給你看喔 對不對 而且我什麼排列組合的符號都可都沒用上喔 可都沒用上喔 來 我們現在一起來看喔 這個要怎麼做 欸 其實同學這個應該比自己來喔 我都已經幫你做到這邊了 欸 我問你 這個情況有幾種 欸 我先問你一件事情喔 這兩天吃麵 請問你 這兩天一定是吃什麼麵 牛肉麵跟大魯麵各自一天 所以這裡一定是幾間 二間 對不對 好 關鍵在接下來的這一塊 接下來的這一塊是什麼東西 欸 接下來的這一塊是 這一天要吃飯 這一天要吃飯 但是你飯的選擇有幾種 有兩種 有咖哩飯跟排骨飯 同學你要不要喔 我先給你一分鐘 你先考慮一下 這三天吃飯要怎麼吃才不會犯規 因為他吃飯其實某種情況下會犯規喔 什麼情況會犯規 兩天如果吃到同一種東西的話就會犯規嘛 他說兩天的餐點不能重複 所以你不能連續兩天 比如說連續兩天吃咖哩飯這不行喔 所以你現在思考一下這種情況 後面應該要扯多少 你思考一下 我先暫停來 你思考一下 我不要講太快 我讓你自己想 這裡有記者 禮拜二 禮拜四 禮拜五是吃飯 你能夠選咖哩飯跟排骨飯 兩個咖哩一個排骨 或兩個排骨一個咖哩 對不對 好 但是不能連續兩天都吃同一種東西 這樣情況有幾種 這小朋友數一下就知道了 你列一下 幾種 四種很好 好聰明 有四種 有沒有同學知道是哪四種 這個需要我幫你講出來嗎 有四種喔 這樣可以喔 可以嗎 有四種喔 好 來 四種 還是我要把他四種講給你 不用 不用喔 那就好了 來 那二乘四這裡有幾種 有八種 好 那你很聰明喔 同學這裡有八種 那請問你 這裡一定有幾種 我問你 上面這個結構跟下面這個結構是不是一樣 對啊 在結構上是一樣 所以這裡一定有幾種 這裡一定有八種啊 那我問你 這個不一樣喔 這個結構不一樣 這個要另外算 這個結構也不一樣 這個另外算 那這個一定有幾種 這個一定有八種 這不用再算了嘛 因為都一樣啊 這褪糾 然後同學這裡有幾種 這裡八種 同學我現在就在做窮擊法 我把所有情況列出來 就這樣好不好 好 那現在比較有挑戰性的應該是屬於中間這兩個 我們再來算一次喔 中間這兩個怎麼算呢 這兩天喔 來 這兩天一定一天吃牛肉麵 一天吃大滷麵 所以這裡一定會有一個二階 來 那接下來請問你喔 這裡要乘多少 這三天要吃飯 但是你不能犯規喔 這三天要吃飯 你覺得要怎麼吃 情況有沒有五種 兩種 哪兩種 排骨飯中間 咖哩飯旁邊 或者咖哩飯中間 排骨飯旁邊 是不是這樣子 你還有別的情況嗎 沒有喔 幾種 兩種喔 你知不知道你不能犯規啊 因為他有講什麼情況會犯規 所以這裡兩種啊 所以請問你 這個有幾種 有四種 對啊 我有什麼排列組的 沒有喔 沒有喔 就這樣 來 這裡是二階 來 快結束囉 我們快得分喔 來 這裡 所以 同學 如果是禮拜一吃飯 禮拜三吃飯 禮拜五吃飯 這個情況有幾種 你想一下 你這樣好聰明喔 其實是六種喔 我需要解釋為什麼是六種 不用喔 不用那好 來 二六多少 十二 同學我們把它加起來 答案有幾種 來這裡 剛剛這裡有十二種了對不對 十二再加八 這裡有二十 二十加八 二十八 然後加四三十二 三十二加十二 這是四十四 四十四再加多少 十六 同學加起來是多少 六十 同學這一題答案是不是六十 對 這一題答案是六十種 同學這個叫什麼方法 窮舉法 是窮舉法 我有用什麼舉手原理嗎 取個P嗎 沒有 窮舉法 只要答案小於一百的 全部都給我窮舉出來 就這樣 這是其中一種 好不好 來 這個題目就跟同學分享到這邊 然後接下來喔 往前翻喔 往前翻 我們再看看前面還有什麼題目 可以來跟同學談一下 比如說翻到那個 翻到那個第幾頁 來 幫我猜這邊 沒關係 我們下禮拜再多講一下 這邊台列主要講完機率就很快 然後機率 其實我們現在高三也在選嘛 就很快 來 你翻到那個七十四頁 我這裡看到一個很簡單的題目 來 請翻到七十四頁 哈囉 翻到七十四 七十四頁 同學我要你做哪一題呢 來做一下那個翻例九 這個翻例九 這個題目給他一個讚就好 這個題目很特別喔 你知道為什麼很特別嗎 同學你看一下這個題目的答對率 多少 九成二 你知道嗎 這應該是我看過有史以來最高的答對率喔 這個題目你看一下喔 101名指考數理的題目 他說有一個乒乓球隊有六個選手 其中甲乙丙是右手直拍的選手 丁庚物是左手直拍的選手 這樣可以喔 你直接看題目喔 甲乙丙是右手直拍 丁庚物是左手直拍 啊有一個人很厲害 那個人叫吉喔 這個人你把他畫起來 左右手接口直拍 現在要派兩個人參加雙打 規定由一名可以右手直拍的選手 跟一名可以左手直拍的選手搭配 請問有多少種可能的搭配 同學這題你會怎麼做 窮局喔 這才幾個人而已 啊你一個人是幾隻手 兩隻手嘛對不對 這窮局就好啦 來 右手直拍 跟著我寫喔 右手直拍 左手直拍 我跟你講嘛 這一題我就畫出這種圖給你看 這根本叫小學生來做都會做啊 來我們一起來做好不好 我問你一件事情喔 在這個題目裡面可以右手直拍的人有誰 講話 我要畫出這種圖給你看 可以右手直拍的有誰 講話 是不是有假 是不是有假 啊還有誰 還有一 還有誰 還有比 但是不要忘記喔 還有一個人 叫做吉對不對 好那我問你喔 右手直拍的我已經確定了吧 那右手直拍的人如果是假 那請問你左手直拍的人可以選誰 講話可以選誰 可以選丁啊 可以選誰 可以選物啊 當然也可以選誰 也可以選吉啊 這裡是不是就有三種情況 就這樣啊 對不對 這裡是不是丁物吉 那我現在問同學嘛 同學你那麼聰明 那如果是以右手直拍 這裡也會有幾種 三種啊 三種也是丁物吉啊 那這裡也是誰 也是丁物吉啊 但是同學你要注意喔 如果今天是擠右手直拍的話 這裡可以左手直拍的 這邊會有誰 就只有誰 只有丁跟誰 你幹嘛不理我 就丁跟物啊 所以同學你告訴我 這個畫書中圖 我要花你一分鐘嗎 這裡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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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九再加二 這一題答案十幾種 畫書中圖就好 我連討論都不用 我直接書中圖 這樣畫完就結束了 來這一題答案應該要選C 這樣可以嗎 本題答案第一選C 這樣好不好 答案是11種 道理都要再講做 畫書狀圖 你就把全部情況列出來喔 這簡單多了吧 你知道直考這一題七分喔 直考的題數比較好 這樣一題七分 學測這個一題也是五分 這樣直考會比較好考 來 現在有一個題目喔 下課前 我們下次從這裡開始講 但是你現在可以嘗試一下喔 九十年社會組 我認為出的相當有水準的一個題目 請你看到七十四頁 類題十九 這一個題目給他兩個讚 這個題目喔 後來衍生出很多變化的考慮 這個題目他說 有六個男生 四個女生 仔細聽喔 共十名學生擔任本週的職日生 導師規定在本週五 本週五個上課日中 對不起 本週五個上課日中 每天要兩名職日生 而且至少要有一個是男生 請問本週安排職日生的方式 其實共有幾種 我告訴你 你看他的格子 他的格子有五格 這一題能不能用窮舉 這一題不行 這一題答案至少超過一萬 好不好 這個題目 同學你先來寫寫看 你會寫嗎 六個男生 四個女生 有十個人當職日生 每天要排兩個 而且至少有一個是男生 聽懂喔 你排排看 看你能不能把他排出來 這會用到一點排列組合的想法 好 我們這堂課就先到這邊 黃偉謝謝